嗨 大家好 今天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包包你有什麼 因為最近在準備考試 所以平常比較喜歡背小包的我 也就換成了這麼大一個包 因為太多書了 因為如果背一個小包的話 還要格外踢一個小袋子 所以很麻煩 所以我乾脆就換成這樣大包 它其實是 它其實本來不是這樣的形狀 但是它這裡是有一個扣子的 然後扣好了之後 就是這個樣子 不知道這叫什麼形狀 這叫餃子嗎 不知道 但是因為最近它裡面裝的實在太多東西了 所以我不得不就這樣敞開來 才能夠裝下這樣多的東西 所以 剛才送了一個 能夠記得上面的絲巾 哦 本來還格外有一個 裡面還有一個包包 是子母包內型 嗯 裡面就像這個 我裝了很多東西 哦 OMG 我是剛剛才回來 然後 嗯 今天去搞複習 然後 身上帶帶 首先把這些 嗯 打印的這些 字尿先放一邊吧 然後 這個 嗯 是我 做的筆記吧 我今天是很煞心的 說一定要過 一定要過 然後 就 哦 這裡是 這是我那天 嗯 突然一下 啊 塗了口紅 然後我說 嗯 就應該真的 就應該真的 真的是很煞心的 做了很多功課 要是再不過 我真的是 想死的心 這個 啊 我的天 然後 一直 做了很多筆記 一直做到 哦 做到這裡 這麼紅 真的是 我破天荒的 就做功課 裡面 有一個 假髮的 嗯 明信片 OMG 然後 一部 這個 其實還沒有吃完的餅乾 在機房裡面 上機的時候 嗯 我的筆帶 哇 好大的色差啊 其實是 它沒有這麼 它其實是一個粉紅色啊 但我現在看到的好像是 特別艷的眉紅色 其實它是一個粉色 我拿圓 你看 嗯 反正沒有那麼艷 然後 我很喜歡它 因為太可愛了 然後 看裡面 就是這樣 然後放的是我所有的筆 它是比較喜歡粉紅色的 然後 然後一個 消費機本 還是我之前一直帶的一個 嗯 這個 我之前放 嗯 硬幣的 但是現在我把它放 耳機 還有 U盤 還有照片 正面照 然後我的卡包 嗯 就放了一些 有的沒有的卡 反正就是 啊 這個好像也是 我之前 好像看的是誰的推進 也是我 我的包包裡有什麼 然後 看到過這個卡包 然後我自己去 想要換個卡包的時候 在網上搜 一下就看到了這個 我不是故意去搜的 但是還是看了這個 真的是很划算 質量也很好 好 衛生紙 鑰匙 啊 然後一個 小的一個 變遷值吧 就是 就是隨便 呃 寫什麼的時候 想要隨便撕都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 嗯 含片 這個 這個三斤的 味道沒有那麼臭 我不是特別喜歡 嗯 薄荷味道 所以這個對於我來說 啊 味道很不錯 就是 啊 在嗓子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會吃這個 這裡面我還格外放的是 有一包 感冒 感冒充戲 格外放了 一包 感冒充戲 反正堆在一個盒子裡 呃 有一個 這個 這個味道好好吃啊 曼陀斯的 橘 柚 味 它裡面是 它雖說是無糖 但是 它說是無糖 但是裡面很多那種 白色的 那不是糖是什麼 可能不是糖吧 但是 這個是酸酸的 甜甜的那種感覺的 不是喜歡太甜的的話 可以選擇這個味道 然後 然後 我的錢包 錢包也是 最近才買的吧 然後我覺得這個大小很合適 而且我很喜歡黑色 嗯 因為我還有一個長錢包 但是 在背小包的時候 我就想買一個 中等大小的 或者是個小錢包 嗯 然後這個大小真的是很合適 然後 嗯 拉鍊也很順滑 然後 裡面就是這樣的 最中間就是 放硬幣和 銀錢 然後這裡還放了一些 票子 就是這樣 很喜歡它 然後 平常出去買東西 或者是 去食堂吃飯的時候 就直接拿一個這個 手機都可以放在裡面 嗯 哦 還有我的手機 我手機在錄 錄 錄像 所以 嗯 然後這邊 這個側都 就是 彩虹糖還有 這個還沒有開 因為我剛剛 一直都在吃這個 曼陀司 所以這個都還沒有 沒有 還沒有吃 嗯 這個是 嗯 這個是我最 很喜歡 最近一直很喜歡買的 就是 它是 那個南北味也很好吃 很符合我的胃口 嗯 這就是我的 校園卡 飯卡 然後這個內袋 放了一個 獨立裝衛生巾 然後 學生證 然後 我之前的 駕照本子 壞了 然後 換了一個 這個是 唇皮的 牛皮還是羊皮 我不知道 反正很軟 就是很軟 然後 嗯 之前那個只有 一格 然後現在這個有 這麼多格 反正 很 很舒服 摸起來 接下來就是我的 化妝包了 嗯 化妝包也就是 剪的區 化妝包 嗯 這個 很推薦的 這一個 是 B柔的 防曬霜 性價比很高 然後 嗯 再去認識 買一個好像是 四五十塊錢吧 五十塊錢 就這個樣子 但是它的 質地 很好 然後 嗯 下次單獨給大家說吧 嗯 然後 這裡面放的 有一支 唇膏 是 Elf的 我裡面的唇部產品 單獨說吧 唇部的有著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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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這個 哦 還有一個一個 這也是一個唇膏 很可愛 然後 還有一個眼影 還有一個美粉 還有一個粉撲 好髒 好髒 然後 還有 幾塊 嗯 創口貼 我是用來貼 高跟鞋 穿高跟鞋的 後跟的 然後 這還有一個鏡子 還有這支那塊 梳子 用了很久很久 初衷的時候買的 然後 然後 眼線葉筆 啊 眼線葉筆 真的是 必須要戴的 因為每次 早上換了妝 到下午的時候 就 眼線就脫了 然後 也不是脫 就反正 又不早上換了 現在還不錯 這個眼線葉還不錯 它 嗯 這是我剛換的眼線葉 所以目前還不會脫 之前的那支 嗯 老是脫 妝 我覺得很煩 然後這個 無極膏 清涼油 然後我就 來說一下 這一幾支 唇 唇部的吧 嗯 這一支 還是那個 麥西雷登的 潤唇膏 然後這一支是 ELF 潤唇膏 很潤很潤 我才 第一次見過 這麼潤的 然後 是一種淡淡的檸檬味 然後 我還 不是特別排斥這種味道 但是可能一般人 不太喜歡聞這個味道 我同學都說 聞到這個味道好暈啊 然後 這個還是 嗯 嗯 3CE的 啊這個好大的色差 怎麼這麼 太 太有色差了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厭 還是一個 八鼻粉 這個是 嗯 潤唇膏 哦 不叫 叫什麼 唇遮膩 對 試一下 看 這樣 就是這個顏色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看起來是比較深的 其實它跟你 自己 嗯 嗯 自己本身的 顏色 差不到多少 沒有那麼深 它只是 嗯 看起來更水潤吧這個 然後這個我是 很推薦的 就是 它叫什麼 不脫妝的 反正就是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 叫 Elf Lipstick 它這個顏色 我選的是一個 因為我嘴唇比較厚 然後 嘖 不是 特別適合那種 特別淺的色啊 或者是 特別跳躍的顏色 嗯 所以我選的是這個顏色 就幾乎看不出來 畫過 但是 它的顏色 可以讓嘴唇 很有飽和度 然後這邊是 嗯 就是 水水的 潤潤的 那種感覺 然後 嗯 這個顏色真的是 非常持久 可以說 能夠保持八個小時 真的是 不成問題 因為我那天試色的時候 我塗了一塊在手上這裡 然後呢 它一直到我晚上 都沒有掉 本來是塗唇目的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太大色差了 這個也就是一個很粉的顏色 色差太大 可能 可能是這兒光線太好了吧 然後 嗯 嗯 這個真的是 很可愛 是它的一個 限量裝 真的是 很 很 這個是 嗯 糖果 餅乾的味道 還有 還有巧克力味道的 反正是 這種還是 沒有 首先啊 出的那一支 沒有這一支那麼潤 但是這個還是很可愛的 我是看這個盒子很好看就買的 嗯 好像 好 今天就是 內容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 嗯 大家可以多多出這樣的視頻 然後我也很喜歡看 然後也會給大家留言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 下面的評論 你給我留言 我會 一定會給大家回覆的 好 就是這樣啦 掰掰